有了这个引入以后,把物理学和生物学统一起来了 以前,咋这样,奇怪呀,我怎么自然科学的理论,原理的东西用不到生物上才是不好用 有了这样的概念以后,把科学和哲学统一起来了 尤其是,认识生命的基本属性的需要 好,那么我们,信息五个基本概念过去了 现在讲,信息的重要分离 最好分离是什么呢?信息有许许多多的特性 那么在这里边,主要是先谈分离 有了这样一个分离以后,它有许许多多的用处就表现出来了 好,你看我们,它分了一边,我们把它分成自然编码 也就是编码和非编码,在编码里边,它分了一个自然编码和人工编码 电脑是人工编码 那么我们谈自然编码 自然编码,就是大自然机里边的编码只存在两种形式 应用形式是DNA,基因的结构编码信息 那么我们现在的生物分离学 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的的确确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细胞 它的细胞核里边,存在着大量的编码基因编码信息 这些东西是科学的论证,不是我来做实验做出来的 好,那么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就把大量的自然科学生物学他们研究的成果重新整理一下 然后用哲学的观点来阐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好,那么这个编码,你看它多重要 它解决了一个,解释了一个生命力的问题 就是说,在生命个体系统中 先天里具备了丰富的DNA,基因的编码信息资源 这个资源就是生命力资源 生命的能力哪来的? 生命是个资源,这个资源哪来的? 是这个信息资源,它所决定的 随后我们推出来,我们现在自然比学里经常用的名词 就是自然辽能,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是个基,这是把它放到了科学的基石上 而不是说你凭空想象主观的东西 不是,科学的东西 好,那么还有一个编码 就是蛋白质结构编码信息 它决定了什么? 你看,在人类的后天的大小空 含有相当丰富的蛋白质结构编码信息资源 我们称之为精神资源 意识,意识哪来的? 是蛋白质结构编码所产生的 所以我们的意识是一个程序 我们的记忆是信息的一个资源里面的信息元素 它都是用于编码,编了信息的形式存起来的 靠什么存?是蛋白质结构 它可以用来编码 所以有的这个编码就可以把生命讲清楚 把意识讲清楚 而且这两个编码还不一样 低音编码和蛋白质编码 我说说它有八个不相同的地方 也就决定了它们的特点 好,那么我们来看 用这一个编码信息啊 我们就发现,你看,生命系统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自然编码信息 非生命系统它对应的是一些 非编码信息和人工编码 所以我们用系统论的观点 来分析生命与非生命 现代系统论 现代系统论 是解释复杂问题的最好工具 好,在一个系统里边 生命系统非常简单 就是对应的自然编码 有就是没有主体 它就不是生命系统 好,那么自然系统里面 对应的是非编码 那么还有一些人工编码对应的基金系统 就像电脑啊 什么数码啊 这个机床啊 航天飞机啊 这都是人工编码放进去 好,那么社会系统 我们的文字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影像 也是人工编码 好,罗话系统等等 这都是 嗯 好,你看我们用变码信息 我们再来看 它还可以说明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 在生命系统中 分了四个等级 这四个等级是什么呢 你看 最低级的是微生物 随着而来的是植物 再高级一点是动物 再高级一点是人类 你看我们看一看 它这些等级 有什么东西来决定的 你用物质能量解释不了的东西 你看我们用信息码来解释 就解释成了 原来啊 微生物里面 它对应的是编码信息的 初级城市 食物对应的是中级城市 动物对应的是中高级城市 人类对应的是高级城市 正是由于这些信息码的城市的等级级别不同 才决定了生命的等级 所以说在整个自然界的演化 进化到进步 我把整个地球近五十亿年的生命 已经走过了五十亿年 五十亿年 其中前三十亿年 非生命的演化过程 到了有了分子大生物以后 我就把它定为进化过程 进化过程进行了三十五亿年 所以到了人力 我就把它定为进步阶段 所以在这个五十亿年 有非生命的演化 生命的进化 和人力的进步 这样区分 这样看一个整个的历史发展过程 看一个进化论 有它的内在根据 好 OK 好 看我们用了信息这样的概念以后 这样一次就说 你不是可以定义生命吗 怎么定义的 我们来看一看 好 好 有就是生命 没有就是生命 没有就不是生命 就这么简单 简单明了 OK 好 那么生命和非生命 我们用这个定义 我们用这个定义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 明了的进行判断 一点都没有勉强 一点都没有问候 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非常的果断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没有 OK 好 那么我们看 这个信息资源 我们用软体结构来表达一下 就是说 在这里面为什么叫做 信息耗散结构呢 我们大家知道 耗散结构 就是在物理学里面 非常著名的一个理论 比利时科学家1979年 得那本讲 他提出了耗散结构的理论 第一次 用物理学的一个新的概念 来证明 在自然界 可以存在 从无序走向有序 这样的一个自主 自组织的系统 彻底改变了 大概有两百年的尊分 就是说 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记一个假说 说啊 热力学第二定律啊 他说 任何一个孤立系统 物体它都不会从低温 直动的传到高温 都是从高温传到低温 也说 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把它看成是一个系统 肯定有高温 往往传传传传传传 传到低温 最后 大家都跟嘟嘟一样了 这叫热记 记者寂寞 宁静 停泽 说 按照热力学的定律 自然界一定它朝着这个热记的方向演化 最后走向无序 这个理论持续了两百年 但是在客观的现实社会里面和现实的自然界里面 却大量的现象证明 自然界不是走向无序 而是走向有视 但问题没有理论来说明 那么这个 有时的 他叫P高军 Purgo 他呢 这个 在研究化学反应的时候 他就发现 远离平衡态的 条件下 由于系统是非线性的 就可以由于内外因素的障落 而引起 系统从无序走向P 还有一个条件 这个系统必须是开放的 必须与环境有固质和能量交换 他不断的在豪散系统的 物质和能量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他就可以从无序走向无序 好 那么他这样一个思想 这个理论 它具有重大的一个哲学意义 它代表了一个自然界进化的一个方向 他用这个理论 他用这个理论解释了 自然界啊 它可以从无序走向无序 进化 是可以从无序走向无序的 所以拿到论文章 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生命 就是这个故事 用商的表达是 商 是个热力学的概念 什么意思 商 就代表了 一个系统里边 它的状态速的多少 商越大 证明的系统的状态速 越多 也就意味着越紊乱 所以我们简单的说 商就代表了紊乱度 商越大 越是紊乱 商 越复 复值 它就是越 越是有序 好 那么他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达 这是一个豪散理论的 它的商的公式 说这个系统的商 由谁来决定的呢 有两个因素来决定 一个是 由热力学第二定律 商征定律的 决定的一个系统 它一定是走向无序 这是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 由和环境交换所获得的负商值 看这两个值最大 如果这个负商值 从环境里得到负商值大 大于这个正商值 那么系统它就是有序的 生命是继续理事的 如果这个负商值小 小于这个热力学的商 那么系统是紊乱的 所以它就走向死亡 好 它自己讲 那么要获取这个 Ds 就是从环境当中摄取的 物质和能量的负商 怎么解释 就是说我们从环境当中 吃了很多的食物进来 这个吃进来的 它的有序度 比我们排出去的 那个分面的有序度高 那么一个高一个低 所以中间的那个叉指哪 叫生命得到了 所以生命从物质能量那里得到了负商 来维持生命系统的负商 它是这么解释 所以即使这样解释 这个理论也非常的了不起 但是 它还仅仅建立在物质和能量的层面 不够彻底 今天我们有了信息的概念以后 这个公式就可以改变 改变成加上一项 DOS DOS是什么呢 是由遗传而获得 原始的DNA基因编码的信息资源 这样的东西它是一个负商值 这是生命的本源 它生命的负商主要是靠它 而这些都是以代价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 从环境里边吃进负商 还不是你生命在运作吗 你不运作你怎么吃啊 这生命你还是活着的 活着的靠什么 靠这个DOS的理事活着 所以说你吃能消化 你也是来靠消耗它的资源 没有这样一个资源 你连吃消化的能力都没有 第二 你看它是一个决定的一个负商值 它呢是从环境里边吃进去的 所以说你吃的食物 有效率越高 你摄取的负商越高 那么我们说 我们用这个理论来看 为什么吃素 比吃荤 它有它的优越性 从商这样一个公式来看 吃素啊 素食菜 水果 它还是活着的 肉 鱼 都是已经死了的 活着的系统 它一定的有序度 要比死的系统有序度高 所以你从环境当中摄取的有序度 就多 维持生命的有序度 就好 所以这样吃素 就会延长寿命 吃素就减少了化 这是从陶赛的一种 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解释 这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这是物理学的非常了不起的公式 西方人他是决定接受的 而不是我们用阴阳五行 然后给他说 你们这些东西很恐怖的东西 谁都听得懂啊 转来转去的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你看 在这本书里面 我基本上没用到阴阳五行的东西 没有用到什么气的东西 就是用现代科学的语言 来描述这样一个生命系统 来描述自然医学 这样呢 就不管你是中一背景西一背景 他都可以接受 科学可以接受 所以这就是解决了中西之间的打架 他打架的主要原因是两个逻辑体系不同 一个是古典哲学的体系 一个是现代科学的科学概念的体系 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笼的 所以他就要相互在一起 好 那么 我们现在来分析了 这样一个 豪帅结构 我们主要看它 它 DOS是个有限量 就是我们从遗传 得来的 DNA的信息资源是个有限量 所以 个体的生命 它是个有限的 它靠着什么迷失 靠着这样一个信息资源来 雷尸的生命 你豪散光啊 生命就结束了 好 从这一点来讲 我们如何能够 将一个有限的量 合理使用 减少它的豪散速度 你看 DOS 这个豪散速度 与什么有关系 它对应着生命系统的紊乱度 紊乱度越高 豪散速度就越快 反正 生命系统的勇气度越高 它就节省到生命系统的DOS 节省一步 所以 这就是可以 用来解释什么呢 当一个人 生气 上火 烦恼 忧愁 你就老得快 为什么呢 造成系统的紊乱 造成系统的紊乱 它就大量的消耗 DOS 这个信息资源 因为 生命 它不允许你 低到那个紊乱度 低的 它有个limit 低到那个时候 就当期了 就像电脑它就当期了 软体当期 所以 为什么 我们经常看它报道 三天三夜不睡觉 抖金融的 Burn Boss 当期了 我们叫做什么 叫 稳乱崩溃 稳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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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溃的 心脏疲劲 和心肌本身的心动 发出的那个 心脏脉松 发出紊乱 突然卡住 好 他早上做什么 去稳乱 反正 为什么打脱啊 为什么禅心窝 为什么清静心呢 他死人 年轻 原来 他节省了 他那根DOS 保持身体的有序度 所以 他就使用了一只手 就如同是我们在家里 如果这个家乱七八糟的 你看 你两小时收拾不干净 但立不下保持干干净点 十分钟 收拾完了 道理是如此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第一次 从信息的角度 来解释了 生命资源的有限量 与生命 生命资源 它的 豪散的速度 与 文然没有关系 而且 有序这个名词 有序这个名词啊 是 现代科学 来描述生命特征的 最主要的名词 生命的本质 生命的本质特征 就是高度的有序性 而不是你吃多饭 你长多高 生命的 根本的健康的指标 也是 生命系统的高度有限 所以 在这个概念里面的话 这个 好 好 豪散结构 实质上 它 很圆满地解释了 非生命系统 从无序走向 又无序的 这个 这个 那个极致 所以用 豪散结构 来解释生命 有点勉强了 那么我们所见的 现在的 信息豪散结构 才是真正的解释了 生命系统 如何从低气的有序 向高气有序 进化的一个机制 这实际上是进化论的一个 本质上的一个机制 豪散理论 也第一次 从信息 生命的信息 本质的层面 探讨了 个体生命系统 资源的有限性 刚才讲了 并指出 如何从保持 生命系统的 有序性方面入手 而不是 你吃什么 补什么 这比吃什么补什么 更重要 来节省生命系统的 信息资源 从而达到 健康长生的目的 就是在你吃什么补什么的背后 还有一个本质东西 更重要的东西 是信息资源 是你吃 这就是说明了 为什么 在内来的帝王教肖 都在寻求神丹妙药 要进步 从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到末代皇帝十亿 中国历史上 经历了 接近四百个皇帝 每一个人上台都要到神丹妙药 到大人的进步 但补来补去 他们的平均寿命 只有三十九岁 我们现在也拼命的进步 你补的再好 比皇帝补的还好吗 他们都只补到 他们都只补到三十九岁 你能不能拿去 好 为什么这个进步没解决问题 因为它不是生命的本质 生命的本质 在这里是虚信 他们心不安 心乱 整个的系统的混乱 它导致他们整个的生命 快速的消耗 OK 好 在这个理论里边 我们还看到一个 还有一个结论 说DNA基因编码信息 是生命系统唯一的内在资源 在生命系统中 物质和能量资源 不是生命系统本来的资源 是谁的 是从外环境当中摄取的 所以物质和能量 不是你生命本来的 是环境的 是从外环境射取来的资源 这是属于你的 也只有这个资源 信息资源是你的 所以这就有一个结论 生命的本质不是物质 不是能量 而是信息 所以我们长期以来 把生命建立在物质能量的层面上来解释 它没有办法找到生命的本质 因为它本质 物质和能量都是生命的 好 那么我们用这个观点 我们再解释一个例子 一个生命的个体 开始的时候 从哪里开始 从一个小小的数据来 那是生命个体的开始 我们知道 我们这样一个身体 有六十兆细胞 六十兆是什么概念 六十万亿的细胞 而这六十万亿的细胞 都是从一个细胞 分别来的 也是从它拋回来的 好 我们生命这个个体 从一个小小的数据软 我们开始抛锡它 一个小小的数据软 生命开始了 我们从三个层面来看它 第一个层面 它的物质含量 一个小小的数据软 要在目镜下放大四百倍 也就是说我们头腹丝的四百分之一 十分的力小 所以它的物质含量 也就是它的物质资源 固略不尽 能量 能量意味着什么 它的活动能力多大 它的活动能力相当的微弱 忽略不尽 就是物质资源 能量资源忽略不尽 也就是说物质能量资源 几乎都被忽略没有 那么我们从第三个层面 看它的信息层面 但是小小的数据软 却包含了丰富的DNA 信息资源在里面 这就说明 你看生命的开始呢 它里面仅仅是信息资源而已 它不是物质的 它不是能量的 生命就是依靠着这个DNA的信息资源 来整合环境里面的物质和能量 形成一个反应 来不断地生殖 征持六十万亿个信号 也就是说物质和能量 都是它的材料 它靠着DNA这个兔子 来把这些钻瓦石块和吊车 把它整合起来 放到那个规定的地方 这个是DNA它本身的作物 所以母亲怀孕后 她要吃 吃的食物哪来的 是环境的 它要吸空气 我们知道生命的能量的基本形式就是氧化碳 要吸氧 氧气哪来的 是环境的 所以我们老祖宗讲 人是什么残物啊 是 西天气那地气聚而成心 但是 在这背后聚而成心 不是紊乱的组合 是有序的 这个有序是靠信息资源 你没有用信息资源 你这个物质能量整合不起来 是杂乱无章的 就好像是说 一堆建筑材料 钻码石块吊车 没有那个图子 它们是一点功能都没有 所以有了这个图子 有信息资源 钻车才知道把钻码石块放到什么地方去 变成了有序 它才变成功能 所以物质和能量它没有主权 它是一些材料资源 背后操纵它的是信息资源 说到这里大家能够明白吗 有什么疑问没有 没有哈 那么我们现在 记住这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好 来我们大家起来念一下 生命的本质 不是物质 不是能量 而是信息 好 把这句话记住以后 今天就被别来 真的 因你成了 你吃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转折点 你抓住了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OK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生命系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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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